蜀汉终结者邓爱战功赫赫,为何后人却对姜维多赞誉?看他们各自的伯乐就明白了。 邓爱和姜维,后三国时代赫赫有名两位名将,一位战胜者,一位失败者,一个灭蜀力大功,一个首属失败遗憾身死。 但奇怪的是,姜维,无论是知名度,还是在民间的讨论流量热度,都远远大于邓爱,这又是为何? 下面,请大家跟着一关历史一起来了解下吧。 点个订阅不迷路,一关历史带你一起了解三国历史故事。 一方面,他俩的知名度,都受益于罗冠中所构建出的三国流量大IP。 另一方面,他俩的热度和观众喜爱度等方面的差异,究其根本,在于他俩自身品格,又或许跟挖掘培养他们的伯乐有关。 首先说说姜维,一个年轻的曹魏祥将,因同僚被欺而被敌人俘虏,从此开始托他换骨的后半生。 他留在蜀汉心腹汉室,为此拒绝了母亲的召唤。 他被离曹为母国,为敌国安家立命,他还带头向母国宣战。 因此在正史里,邓爱一度是高于姜维的。 在大部分三国迷的心目中,诸葛亮星落五丈元后,就算是全聚中两,后面的回合,许多人都不想看。 在看完全书的读者中,姜维,应该是支撑他们看下去的主要动力。 姜维的失败,就像在一场足球赛中,作为守门员的他,连续神勇地扑出了几十次门前惊险的狂轰烂炸。 显然猪队友们都不给力,或者在滑水,最后却被邓爱一记点球,输掉了比赛,令人扼腕。 伍侯识人真准,早就看出姜维约的统军才能,而且人品机制一流,甚至可能连最后姜维和蜀国的结局都预料到了。 因为没有人,比伍侯更清楚蜀国和魏国的情况,沉等正欲死战,陛下何故先祥? 每次看到这句话,都能感受到那份沉重的心酸和欲哭无泪,但魏国而战,是男人最骄傲的事。 能在绝境下爆发巨大潜能,再想想姜维说这话时候的一把年纪,更加地感受到他的不意。 从刘备弃草鞋创业开始,到三足鼎立而后,孔明的数次北伐,再到姜维辅佐刘善,硬着头皮刚胃,整颗鼠汗,都散发出一股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气节,确实可歌可泣。 姜维一度被人诟病穷兵赌武,赌博冒进。 其实,一个六十来岁的老头,据考证,还有严重的心脏病和胆囊炎,随时入土那种。 却和魏军打了一辈子仗,他无奈地看着魏军的名将,前仆后继源源不断而来,曹真,司马懿,郭怀,陈泰,邓爱,忠惠,几方呢? 夏侯罢死了,王平死了,张义料化不堪大用,言语名不服食。 蒋叔父亲罗献未能上位,自己死后,谁来扛邓爱忠惠,不搏一次大的,蜀国一点机会都没有。 哪怕是最后这场几仗,其实都还有机会搏赢的,即使邓爱偷了姜油,只要诸葛沾不出击,只要言语对德企承受的赞誉,只要刘长肯坚持一下。 所以说,姜维是悲剧英雄,最后的结局。 真的是光辉到无以言表,按理说流善都降了,老大都已经投了,小弟能拼到现在,也对得起忠心了。 姜维若也投降,善终不说,富贵是一定的。 但姜维毅然决然,压上自己六十岁的病体,以自己最后几年羊兽作为赌注,赌了最后一把,若赌赢了,蜀汉就此翻盘,最后虽然赌输了,生死国灭,还顺带拉着两个老对手垫背。 这操作真是六百六十六,点个订阅不迷路,一关历史带你一起了解三国历史故事。 姜维为了感恩伯乐,实现丞相的梦想,燃烧了自己的全部。 无愧于大汉最后一任大将军,而且他差点就赌赢了,在殷平那输了邓爱一手,纯粹就是刘善给坑的。 姜维事前已提醒刘善,结果刘善信了黄浩的鬼话,没有加强防守。 南中的霍哥打算北上支援成都,被刘善拒绝了。 而且永安的言语也在向成都飞奔,那会虽然成都兵没多少,但是好歹城墙坚固可以防御。 而魏军后方还有几座城池没有拔掉,咬一咬牙说不定就能挺过去。 只要这次挺住了,整个局面就将大步一样,因为这次法蜀,根本没有多少人支持司马昭。 他根本就是一次政治赌博,一旦失利,反对司马昭的人都会借机而起,只能说姜维的运气实在差了点。 愿陛下忍数日之辱,陈玉使设计威而复安,日月幽而复明,姜维老爷子在写下这句话时,该是多么的绝望,正是这种执着,才使后人看完眼眶湿润。 这样的姜维约,怎能不爱?这个极刘备之志向,诸葛之谋略,关张之义起,赵云之胆量于一身的男人,罚中原次数比武侯还多,走的路比武侯更加艰难,也更加孤单。 但那份执着和决绝却从不亚于任何人。 这种孤单英雄,放眼整个三国也是寥寥无几,姜维不死,大汉不亡。 姜维的大局观和所奋斗的目标,比邓爱大得多,这就是为何。 姜维宁可假将忠惠,却不愿假降邓爱的原因。 两国交战,拼的是顶端人才的数量,低端兵力的规模,商业,农业等综合国力的发达程度,君主的个人素质,甚至一部分运气,总体而言,大国对小国是全方位碾压的,这不是一个诸葛武侯,一个姜维能挽救的,为国法属一役,是邓爱一生的荣耀,也是姜维最后的辉煌,姜维在蜀汉最危险的时候。 福大厦于江青,宛狂蓝于祭岛,谱写了可歌可泣可叹的最终章,尽管没有出现奇迹,却让后三国的故事更加精彩分成。 姜维,秉承丞相一致,在继汉后期人才凋零的情况下,独当一面,可以说是低配版的诸葛亮,才德兼备,心存汉士,敏于君士,身解兵役,姜维27岁那一年。 如果没有碰到伯乐诸葛亮,就没有蜀汉最后的名将江伯约,就如同诸葛亮27岁那年,如果没有碰到伯乐刘备,世上就不可能有诸葛武侯,没有了姜维的三国,应该会无趣寂寞很多。 所以为什么致敬姜维,姜维为了心腹汉士的志向,倾尽全力,始至不渝,却从头到尾,没见过昭烈帝刘备哪怕一面。 最后虽然失败,就像门天祥依旧千古,这个世界,不止只有输赢,还有道义,还有为之坚持的理想。 因此,为什么邓爱没有姜维更被人们欣赏呢? 后人夸赞英雄,更多的是品格和精神方面,不已成败论英雄,历史上名气和战功不成正比的例子数不胜数。 在三国里,姜维是谋一国之力的帅,邓爱是正一己之功的姜,并且那时,未尽灭蜀已是历史的必然。 终会十几万大军已经拿下汉中,蜀汉还能撑几年,其实邓爱本身,对消灭蜀汉而言,并没有起到决定性作用,汉中都在手了。 邓爱即便偷袭英亭失败,蜀汉也就是多几年阳寿,后面还会有数不清的名将,前赴后继去灭蜀。 而蜀汉,永远只有这一个姜维,在那力挽狂澜,苦苦支撑。 未灭蜀之战的几位主角,司马昭是路人皆知的大野心家,终会是潜伏很深的小野心家,姜维是独目难知的孤臣。 后世同情于姜维,无力回天的悲情之举,不止于司马昭极不可耐的吃相。 和忠会眼高手低的叛乱,相比之下,邓爱就是夹在上面几位之间的炮灰罢了。 但是,法蜀三路大军的三位首领,邓爱好歹还入了五庙,忠会成了逆臣,而诸葛旭,在史书里连生足年都不详,邓爱已经够可以了。 后人喜爱姜维,也与蜀汉情节,追思五侯有关。 毕竟姜维是五侯带出来的人,蜀地雷若,五侯独称威菊,至死不渝。 姜维继承了他的遗志,也同样坚持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,这就是虽千万人,吴王已的国事精神。 从爱屋及乌的角度来说,大众肯定更喜欢诸葛五侯带出来的姜维。 而作为司马懿带出来的邓爱,虽然也很不错,但司马是令人不耻的所作所为。 也牵连了邓爱的形象。 邓爱的能力功绩没人可以抹杀,他的下场,可谓是成也司马罢也司马,司马一族得国不正,只信任亲族嫡系。 对于前朝重臣本就猜忌打压为主,邓爱功名心太重,政治智慧又差,灭属之后再无利用价值,当然就说扔就扔了。 当你逐渐成长,在人生中经历和见惯了背叛,欺骗,难看的吃相,露骨的交易后,你会越发的懂姜维,越发的觉得他这种人的难能可贵,倘若周围都是黑暗。 我便是最后那一道光,点个订阅不迷路,一关历史带你一起了解三国历史故事。